接下来红台上那个阵仗太大了吧 对 星光大道上出现惊人的大阵仗了 由重机界劳斯莱斯的 印第安美式重机开到 要迎来我们今晚的入围大家宾 让我们欢迎王少伟 及台湾第一等节目团队 他们今年分别入围了 生活风格节目和主持人讲 节目开播六年来是第二次入围 而王少伟 少伟哥在节目当中 不过度凸显自我 照顾同僚的互助精神 更是令人感动 出道18年来 少伟哥首度入围精中 就像是印第安重机一样 不断地精进升级 车队当中可以看到FTR 1200SR 理念源自AMA美式滑胎赛中的 印第安FTR厂车 结合美式设计理念 被称为美式滑胎之王 当之无愧 另外还有Indian Dark Horse 首创三种豪华骑程模式 独特外形也展现暗黑层次新魅力 我们祝福今晚超帅的 王少伟 少伟哥能够成功拿奖 欢迎他 我们再次给地表最强男人 王少伟 少伟哥掌声加尖叫 先叫起来 少伟哥今天太帅了吧 不愧是地表最强男人 你看你走红毯 是重机帮你开到 要不要先讲讲 这样走上星光的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好像要去打仗了 一种降帅要出征的一种氛围 所以今天是有信心 要一路杀上台领奖了 我觉得现场的气势 比我的信心还强 但要说到 其实少伟哥已经出道18年了 出道18年是首度入围精中 你个人会不会觉得这个奖有点来得太慢了 我们人要保持乐观 就是说了胜于无 对 那再来就是说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主持台湾第一等是第二年 所以第二年能够入围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可是其实主持外景节目 最怕就是受伤怎么样的 其实这么样苦的过程过来 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持你 一直持续下去主持外景呢 我觉得就是你要热爱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一次评审会给我的肯定是 因为他可以看到我对于外景的一种 热情跟付出这样 这种热情跟付出 我们其实在合作的时候 也可以感受到少伟哥的热情 其实目前跟幕后都很辛苦 那我们接下来问的这一题 是很稀利的 要老实回答 我们想问一下 因为这么多年来主持 而且你刚才这样走过来 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节目 好像是遗租 跟实境有关的 对 跟实境 好像在玩游戏 我没有在提醒你什么东西 我懂 我懂 你觉得哪一个节目 好像是遗租应该要入围 却没有入围呢 看到这个阵仗就知道是 综艺三国志 耶 谢谢少伟哥 我真的很感动就是 我们三个今天这么干净 漂亮正经地站在这边 有豪平 有少伟哥还有我 当然我们马上 接下来要进行的关卡就是 本人 新的广告休息一下 地狱世界电视金钟奖 新光大道马上回来